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整个社会的影响 我们基础的教育 俗获了 这一桩事情 我常说至少我们丢掉四代到五代了 我们自己不知道 父母也不知道 祖父母也不知道 大概总得到真祖父母高祖父母的时候 他们才晓得 所以古时候像上一代的 英邦大师他们那一代 他从小就有儒的弟子 儒的弟子 我们今天简略的说弟子规 弟子规是中国从前家庭 古老家庭的家规 小孩一生下来就得寻 生下来他也不会讲话 虽然不会讲话 他也会看 他眼睛睁开了会看 他耳朵会听 他已经在学习 使父母在他周边这些大人 把样子做出来 给他看 这才叫真正的杂根教育 最重要的就是三年 从生下来到三岁 这一千天 这是杂根教育 父母跟家里面的大人 在他面前 言谈举止都要有规矩 你不能让这个婴儿 落坏印象 是这么教程的 所以弟子规不是叫小朋友念的 不是叫他背的 你完全搞错了 弟子规是全家人的时候做好样子 给下一代看 所以中国古艳语 有一句话说 三岁看八十 七岁看众生 他有道理 三岁的小孩 他就有能力辨别 争望 是非邪正善悟 他就有能力辨别 这个根才就咋得深了 所以三岁以后 父母肯定会给他 讲一些做人做事的大道理 让他熏陶他 那么另外 这个佛的寺庙到处灵异 中国人 信佛教的人 到成花庙里烧烧香 受英国教育 你看看阎王殿 我的英国教育 就是从阎王殿里学来的 母亲一年 总要到成花庙去烧几次香 带着我们参观 这个阎王殿 十殿阎王 那个时候是泥塑 塑的 塑的好啊 很逼真啊 母亲带着你去看 会告诉你 做什么坏事 就收什么样的果报 让你看 你看小孩记在心里 长大之后 齐心动的一个不善的念头 马上就想到阎王殿里的 拔鞋掉 破福掉 就想到这个事情啊 这就受炼了 就不敢动了 英国教育 这两个教育做基础 以后学佛 所以十三夜道 很容易落实 一点都不难 出家 像比丘界 比丘尼界 菩萨界 都可以做得到啊 凡是做不到的东西 佛不会说 佛说出来 你一定能懂 一定能接受 一定可以落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